好 剛剛看到試駕是不是很少 再次看到我在試駕的時候被 被駕駛的人一踩電門 然後就尖叫 OK 這MG4讓我久違了 有那個感覺 因為你們在過慢試駕的時候 我那一次沒有參與到 你們甚至於就在試彈射起步的時候 還有這種捉對撕殺對不對 對 那時候他們找一台911 然後一起做零百彈速的測試 那時候真的是就Sport模式 煞車到底之後直接就彈射出去 而且後來我還有實測是零到一百三點六六 那個加速感覺 我覺得天啊 我感覺真是到什麼什麼 五六百匹 七八百匹的超跑感覺 官方說三點八秒 那德哥有說他有試到更快成績 你也一樣 就是你這可以實現零百加速再更快一點的 對 原廠的有給的成績還算是保守 是 所以真的我覺得以MG4 Xpower帶給大家的這種刺激感 其實我在試駕的時候我有提到說 我覺得如果今天你是新手 我個人會有一個提醒 我真的希望大家這台車 你可能在駕馭的時候 你循序漸進的來 先摸清楚他的脾氣 他的個性 因為他確實是可以在瞬間 給你那個那麼強的力量 那我真的覺得那個東西 真的是性能迷心中 很甜蜜的享受啦 對 對 對 而且原廠為了對應他這樣子 如此高強的動力啊 他針對他的底盤懸吊也進行很多強化 例如他跟旗艦EV版的差別 就是他可以把整個避震器的阻尼去加硬 然後甚至我們在頂底盤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比較顧 他前面的三角架是鋁合金 那當然了 他最基本的前後仰角都是鋁合金 所以整個底盤的base是好的 然後甚至他後面懸吊結構是五連桿 然後就是百萬內就是給你五連桿 這個就是很難建的東西 那是120萬內 對 而且就算是入門版就是 999也是一樣五連桿 對也是給你鋁合金的 仰角這些東西 而且五連桿的好處 就是可以讓你整個 循跡性貼定性更好 可是五連桿通常都是要 可能一百四五一百五六十萬 更貴的車才有 可是現在他就實現 所以確實就是給配備 給了非常的誠意 那我們今天既然有機會 再來看一下 我們當天所需駕的MG4 X-POWER 大家看這個顏色有沒有很喜歡 我覺得他的這個專屬色 消光銀石綠真是漂亮 對 而且我本身也特別喜歡消光色 所以看到這部車就哇 這就終於溜出了白色啦 或黑色之外 一個非常棒的選擇 而且好像車主真的 就是大家看了之後 選擇的人也蠻多的 對 而且為了呼應他的 就是他的X-POWER的身份 除了採用這個特殊塗裝之外 他像車身多數 比如說前面下巴 我們會多看到這些銀色的人 對 中間這裡也是 對 鋼琴烤漆黑加這種銀色的四條 他其實是有個要黑銀河套 銀河要黑套件 對 對不對 好 再加上來看一下輪圈行事 但是他也走得比較不一樣 剛剛有說了MG-BOWER旗艦版 他是屬於這種所謂花瓣型 對 但是來到了這個比較高性能的 你可以看到除了樣式不同 一樣雙色切銷之外 最顯眼的肯定是那個橘色的卡鉗 對 他前面才是單活摘卡鉗配置 但是他的碟盤已經放大了 前面345後面340 對 340 但是EV旗艦版是330 因為他動力不一樣 對對對 然後而且他整個自動效果 會提升很多 然後他搭配他的就是T0EV這個節能胎 對 所以不然是對於整個自動力啊 甚至有可能對電耗 其實都會有一定的程度的幫助 而且你看在他的這個動力之下 我覺得當時我們在試的時候 我覺得那種低重心 還有整個抓地力的表現 都還是很不錯的 那當然你說在內裝布局上 可能大致是相同 但是還是有一些細節上的不同 首先你看到縫線的顏色就不一樣了 對 就整個亮橘色 看門板啊 座椅啊 這些都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其實我個人是非常喜歡脊皮 Argentera的東西 所以像是X-Power版本 像是門邊 甚至座椅內部的皮質 全部都是脊皮 而且後座也是 所以不管是前後座 都可以感受到Argentera那種脊皮 這種觸感 舒適感 還有金屬踏板 是 對 沒錯 也是一個提升他的性能亮點 這種身份 沒錯 好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配置 車門邊剛剛特別提到 你Dora Contrera的時候 確實我的質感也相對的也提升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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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剛好跟他車色 這種消光色也是暗黑色系 就是我覺得就非常的搭啦 這部車就是性能 實質的性能 但是視覺質感也是性能的感覺 好 然後繼續我們再來看 吸引到衣服的部分 車尾剛剛有看到了 其實他就是漂亮的 然後星座式的 我們剛剛看到了這種天鵝座 對不對 所以這種燈具很漂亮之外 在這裡大家看到 因為他就是來到了雙馬達的版本 對 因為四輪傳動 因為他前面是150kw 然後後面是170kw 雙馬達 然後它是縱效是435匹的動力 然後扭力61.2 今天我覺得這個數據 這是這個可能是3000或4000 油車才有的數據 可是卻出現在上面 然後他後面還做出那種類似 像小型的擾流的概念 那當然也是因為的藥黑套件 讓他整個車尾的質感也可以再提升 變得非常好看 那雙尾翼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對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有機會一口氣看到了 雙車型旗艦版以及X-Power的版本 你要選擇的是204匹單馬達 或者是你選雙馬達四驅有435匹 零百加速都是3秒多的這樣的表現 對不對 讓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謝謝義父 那星南可不可以帶我們一起來比較一下 不要說一定要直上X-Power 因為大家好像後來有機會再去試到旗艦版 也會覺得他整個動力表現出來的 那種個性是很吸引人的 然後我們也來跟目前最夯的 無論是電動車 或者是跨界的CUV來做比較好嗎 其實這台車原廠的定義 他算是一個跨界的純電 這樣的一個車格 那其實我們試過兩個版本 那我個人也覺得旗艦版的動力 其實一般的民眾在路上看 已經非常好用 再加上他的價格配備 都是非常滿配 而且如果以他的這個電力的這種續航里程 他是不是有機會 我真的北高跑一趟 我不一定要補電 對 我覺得當然還是看你實際的天候路況 跟你開車人的習慣 那我覺得以他的這個基本上六十多度的電 你如果開車比較平順的開發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然後再來 我覺得他當初原廠把他的定義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跨界轉變 他說他叫做MG4ALL 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價格放在這個九十九點九萬 其實可以對到蠻多不同的對手 譬如說到我們電動車跟電動車比 或者是以預算來說 他可以對到的一般品牌的CUV 或是進口豪華品牌的CUV 他都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譬如說我們講一般品牌的CUV 這樣的一個跨界車型的話 我們用MG4這台EV旗艦版 你對到KIX E-POWER 他雖然有這種不用充電的電動車 這樣的一個動力 價格的話 KIX只是一零四點九萬 稍微貴一點點 但動力相較之下 還是這一台MG4的旗艦版 兩百零四匹略勝一籌 那或者是你要拿這個傳統的油車 KAMIC也是在這個進口 一般品牌集聚 賣得不錯的CUV 他的這個TSI豪華動能版 一百零二點八萬 價格蠻接近的 他是一點零升的三缸渦輪 前驅版本一百一十五匹 動力大概就少了將近一百匹 那如果你要在跨界去對到 進口的豪華品牌的話 我們就抓我們常常講的EA2P 不論是奧迪的Q2 35TFSI 或者是賓士的GLA的180的編程 或者是這個BMW的X2的 XDrive的20i等等 當然價格可能都會比MG4 EV 貴個1.5甚至兩倍 但動力的話 可能又不如這台車來的 直接破兩百匹 目前表上列的這些車款 唯一我看一下 動力數字比他大 只有Model Y的 只有Model Y這個RW 如果他兩百零四匹的動力 真的表現是很厲害 的確甚至你拿一些韓系的IONIC 5 或是EV6的一些入門車型 後續單馬達的 價格可能也都不要比他貴個五六十萬 不等 大維哥你真的也沒有達到 好啦不要再講了 所以我覺得相信之下 真的以旗艦版的EV EV旗艦版的這一個編程來說 它的價格跟它的動力表現 我覺得對一般來說是非常實用超值 嗯那等一下我們就來做自己好不好 旗艦跟X-POWER 達人朋友們你們都試過了 你們會怎麼選怎麼推薦 稍微學了 你真的想像 你也看不到吧 台船友們 地床低線人邀您一起上線